大家好,看了三场女足的比赛 打进6球,被打进17球 这不是中国女足真实的水平 怎么能丢这么多球 而且小组赛仅得了一分 是和赞米亚提评了 其他的5比02负于巴西 8比02负于荷兰 这个比赛的结果 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是没想到 主教练也是承担了责任 他负全责,他有没有责任 这个战术,从三场比赛来看 这个战术,中国女足没有什么战术 就第二场打赞米亚的前20多分钟的时候 还比较好,打的还比较好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把那个高中锋给换一下 具体原因咱不知道啊,是具体有伤啊,还是怎么回事 把它换一下,咱不知道 但是这几场基本上没看出有什么战术 这就是应该主教练负的责任 而且这三场比赛的防守 就基本上就没有防守 这你哪看出这几个球员有防守吗? 没有防守 球员在干嘛? 你之前训练的训练什么? 练的是什么? 体能也不行 而且这届参加奥运会的女足名单 一直都是让外界看不懂 为什么有很多球员没去了 为什么有很多球员落选了 而有很多球员 没怎么进过国家队的球员 都进入到国家队了 我昨天看了一个报道 是《体坛周报》的记者报道的 我给大家念一下 他说女足战绩不佳 不能只怪主帅贾修全 然后说 真正让女足表现不佳的原因是 女足奥运队结束奥运会比赛后 将参加全运会比赛 而这一新政在女足的历史上 是绝无仅有的 中国女足参加奥运会的名单 已经不是一个主教练团队可以完全决定的了 在来自一些省市体育局之间的博弈 会对这份名单产生巨大的影响 在9月16日至9月25日进行的全运会决赛阶段的比赛中 参加奥运会的中国女足22人将以奥运组合队参赛 一旦奥运组合队在全运会上夺冠 那么进入东京奥运会名单的球员注册地 注册地的省市将分享这些金牌 一个球员算一枚金牌 但每个省市不超过两块金牌 中国女足奥运会22人名单中 有5人的国际A级赛事出场 次数是0 其中几名球员在国奥队的前两场比赛中 获得了上场机会 有消息人士称 因为全运会女足金牌分配方案 还有一些细节没有确定 球员在奥运会上的出场时间 可能也会影响金牌的分配 虽然奥运会练兵之说有备于常识 但与以上的新政毫无伟和感 各省市博弈出来的奥运名单 当然不可能是最强的中国女足 就只能是练兵了 所以说在奥运会之前主教练说奥运会上练兵 我也不知道当时是怎么说出来的 奥运会练兵 那你什么时候是正在 现在看这个报道就是说什么呢 全运会要比奥运会重要 我这个视频我不知道能不能发出去 我都不知道我这个视频能不能发出去 有可能发出去以后我西国视频频道 有可能也就封号 但是你说全运会都比奥运会重要了吗 想不通 我真想不通 一些老队员为什么没有入选名单 为什么没有参加这次奥运会 是水平能力不足 还是有其他的什么原因 有没有其他方面的因素 而且我记得好像全运会 已经不止一次是和国字号的球队来抢人 不止不仅仅是这一次了 我记得之前还有还有哪 是很多次跟国字号球队抢人 看完这篇报道 我不能证明这个这篇报道的真实性 但是我看了这个真是让我很生气 很生气 我们能接受输球 但是以这种方式输球 我们接受不了 这就是人祸 我本来还打算 如果中国女族要 要是能打进八强的话 我准备去富士山附近做一期视频 看着一样没希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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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